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4月5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关心被视为政府打房利器的奢侈税 明天就要在立法院进行出审 马英九总统今天亲自举行了记者会 宣示一定要让法案通过的决心 马总统表示不能让房市投机者获利 多数民众却为买不起房子而叹气 他也特别强调政府的做法不是要打击房市 而是要让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 总统马英九新政院长吴敦毅 以及重要的财经内阁都到场 尽管是清明节假日 但是府院高层都被紧急招来 因为马总统亲自站上第一线 宣示政府要通过奢侈税的决心 主要用意就是恶主房价不合理的飙涨 我们看到了是短期投机者获利 自助购物者叹气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公平正义 这项草案六号就要在立法院审查 不过审查前夕 传出有建商财团要游说立委 让政府能否真正落实这项法案 备受质疑 马总统记者会上说明了会亲自督军 不只要约束党籍立委 更像在野党喊话 之外外界关心奢侈税是否会将预售屋 还有农地农舍都纳入课征的对象 以免成为投机客替代的炒作标的 使得打房扯过大打折扣 马政府宣示准备在7月1号 如期开征奢侈税 目的是打击房市投机 更强调要和人民站在同一阵线 未来政府也会严格查气 以人头买卖房地产 并提供买屋租屋等补助 多管旗下让台湾实现居住正义的社会 记者林玄吴家宝台北报道 而在立法院针对奢侈税进行审查前夕 民间团体也提出了他们的诉求 希望进一步把预售屋农地跟农舍 也列为课税对象 并且把两年之内转手的时间 延长为三年 才能够更有效地防堵投机客 赶在奢侈税草案6号就要开始在立法院审查 税改联盟在内的多个民间团体与学者 举行记者会 要求立法院严格审查 如何一直短期投资的炒房行为 民间团体也提出三个诉求 首先是除了城屋之外 预售屋也该列为课征项目 永和这边四个月同样一间房子 成交了四次 从25万一直垫垫垫垫将近40万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四次的转让 四次的转让里面 他们有刻到所谓的交易所的税吗 接着是农舍与农地也应列为课征对象 因为根据财政部98年7月到99年3月资料 查到的违规农舍有一万两千多件 但补缴的地价税竟然只有五千四百四十二万 此外税率要提高 课税期限也应从两年起码增加到三年 民间团体表示将全程监督立法院的审查过程 也将公布反对奢侈税的立委名单 藉由民间监督力量阻止某些立委的不当阻挡 巨人小汇郭峻林台北报道